在逝去的年代里 世界一度陷入失衡的状态 日和夜 阴和阳 决然的崩开了 Tamino 塔米诺王子在流浪途中穿越日和夜的奔界 一条巨蟒扑来 王子害怕而昏迷 三位神秘的女人出现 把巨蟒斩死 她们是黑夜的统治女王 夜后的宫女 宫女们给王子看 塔米纳 塔米纳公主的画像 王子顿生爱意 塔米纳公主是夜后的女儿 被大祭司 萨拉斯托 禁闭在日之王国 塔米诺立誓要救出公主 夜后赠给塔米纳摩迪和摩灵 塔米纳和捕鸟人Papagino一起出发 三个仙童带路 去救公主 夺回大日轮 恢复世界的秩序 塔米纳来到日之界 面前有三个门 分别是理性 自然 智慧 一位智者显现 告诉了塔米纳真相 萨拉斯托其实是一位圣者 正在恢复世界平衡 反而易后 要以仇恨统治世界 塔米纳的父亲在临死前 把大日轮交给了萨拉斯托 并把公主留在日之界 最终 塔米纳和帕米纳 经过重重考验 到达圣殿 萨拉斯托把大日轮传给了塔米纳 从此阴阳和谐 世界秩序恢复了 这是举世文明的天才作曲家 Wubbgan Amadeus Moser的歌剧 The Magic Blute 摩迪 首演于1791年 维也纳 历史上 作曲家们都要依赖宫廷或教堂为生 莫扎特也不例外 莫扎特在萨尔斯堡有着不凡的音乐成就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令他不满 他辞去了萨尔斯堡公平音乐家的职位 到维也纳另谋生计 过着收入极不稳定的自由作曲家的生活 一开始清高的莫扎特坚持创作蛮不深刻的音乐 逐渐和市民的离俗品味渐行渐远 他的歌剧Lenossi de Vigoro 贝加罗的婚礼 Don Giovanni 唐乔万尼 和Cossey Van Doe的女人杰如此 在维也纳的演出反应冷淡 在莫扎特生活最低潮的时候 他忽然接到创作一部歌剧的案子 委托者兼剧作者是Emmanuel Schickney的 史卡内德 这个始终颂叹促成了摩迪的诞生 摩迪以童话故事为剧情 歌词设置了传统的意大利语 而是为维也纳平民所创作的德语歌词 不但是德语歌词还加了德语对白 这在歌剧里是一个创新 传统歌剧只有宣续调 演员只唱不说 所以当时摩迪还不能和正式歌剧相提并论 而被称为Zinsbier 通俗歌唱剧 摩迪的初稿将近完成之际 莫扎特又接到两项重大的委托 他后来的两首著名作品 《Requien》 《安魂曲》和《La Clemenza di Tito》 《狄托王》的仁词 由于这几个委托都催得很紧 莫扎特在过劳的状况下 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夜 在未完成的安魂曲声中安息了 摩迪越演越胜 历久不衰 可是据专家学者们和阴谋论者分析 摩迪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创作动机与共计会有关 当时莫扎特的社交圈子 和他的赞助人都是共计会成员 以七八四年底 莫扎特也满怀赤诚地加入了共计会 并且一直痴心一片 当时奥地利的统治者 玛丽亚特雷莎女王的政府 禁止并且镇压共计会的活动 共计会转入秘密组织 摩迪的剧本作者施堪魅德是共计会会员 剧团的成员也都是共计会会员 他们以童话为掩盖 暗中将剧情台词到舞美都充满大量的共计会元素 而莫扎特在音乐中更加精密巧妙地发现对共计会的热爱 摩迪中处处隐藏着预言、象征、影射、暗号 一如共计会的作风运用符号来显明主旨 这部歌剧是莫扎特精心构建的共计会精神理想之华屋 Fremasonry 共计会 据说起源于建造古巴比伦、巴别塔的石匠们 又一说是建造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的石匠们所组成 为保守建造圣殿的技术和秘密 1716年之前 伦敦的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经常举办俱乐部聚会 1717年6月24日 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在Ghost and Green Bay 俄和考驾大楼成立了英格兰第一个Grand Lodge 共计会总会所 这就是现代共计会的建立 共计会从英国迅速扩散到欧美 发展成庞大的组织 共计会倡导超宗教的人类之爱 令天主教庭十分反感和愤怒 罗马教皇高举反共计会的旗帜直到今天 凡帝刚强调 共计会的学说与圣经是不相容的 比如圣经中的禁止拜偶像 禁止启示 禁止曲解三位一体 禁止借善行抬高自己等等 共计会都是背道而驰的 音乐学者们也对摩迪进行了各种解码 摩迪中的迪摩哈佛德 实际的快乐 向目标前进 德行与正义等等 都是彰显共计会精神的 共计会的Dualism 二元论 白日与黑夜的对立 太阳象征大祭司 萨拉斯托 真身是维也纳共计会的精神领袖 而月亮象征的夜后 在太阳与月亮下的世界 在太阳与月亮下的世界 五秒人代表风 摩尔人代表土地 而超越四大元素之上的第五元素 则是塔米诺和塔米纳的爱情 摩迪在第一幕就暗示了 共计会助会仪式中的假死环节 塔米诺被巨蟒攻击而昏迷 从蒙昧无知中死亡 而迎向智慧与光明的心声 共计会的象征数字三 在摩迪中无处不在 全聚的主调 降一大调是三个降级号 日中经常出现三个和弦 三位宫女 三位仙童 连巨蟒都要砍成三段 最明显的是 明刻在神殿门楣上的 三个词一组的真言 这些都是共计会的格言 例如美德 审慎 仁爱 智慧 毅力 耐心 明智 勤勉 记忆 理性 智慧 自制 两位主角未受启蒙前的 引悔犹豫 和声也是含混不清的 到最后终于化成 明朗严谨的覆格 到达光明境界 无论怎样的众说纷纹 树真树甲都无从激考 莫扎特一生中 创作了大量歌颂上帝的宗教作品 那首带走他生命的 凄美的绝唱 安魂曲 充满宏大的思考 和对上帝的敬畏 写到第二乐章的 Lakrimosa 流泪之时 一句 一字 一顿 半音向上递生 仿佛是通往天国的节梯 第八小节的音符 在高处停下 再向下几节 似是对世间的留恋 生命的烛光 就在此处熄灭 乐句很完整的结束 莫扎特是上帝赐下来的音乐精灵 他只活了三十五年 尘世的生命和作品都似乎未完 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已经圆满完美地完成了世间的使命 归于上帝的怀抱 抛开阴谋论 让我们对为世界带来美妙音乐 艺术的作曲家 创作者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对于摩迪这部 幻发奇异幻彩的歌剧 充满感激 热爱和欣赏 莫扎特的妻子 回忆莫扎特在临终时说 我真想再听一次我的摩迪 让我们来听摩迪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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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